大家好,我是张鑫 今天晚上又来跟大家谈谈新啦 我最近在报章杂志或者是新闻媒体上看到很多新闻 因为我最近都在搜寻相关退休啊 或者是养老或者长照相关的问题 我发现不停的都会跑出一些退休老人被诈骗的新闻 有退休老师被诈骗,退休教授被诈骗,退休校长被诈骗 甚至退休的公务人员退休的刑警 都在被诈骗的社会新闻上面 而且被诈骗的金额都不少 有400万,有600万,有1000万,有2000万 甚至还有高达五六千万的 第一个,我们很难想象 为什么退休老人身边会有这么多的现金会被诈骗 第二个,为什么这一些公务人员 对我们来说他都是社会上面的相对高知识分子也会被诈骗 第三个,就是实在非常同情这一些退休的人士 自己辛苦了一辈子可能省吃俭用 舍不得穿,舍不得吃 甚至舍不得给小孩子出国读书 这么击转那么一点点棺材本 最后就在那一刹那之间通通 把他报效或者是捐给了那个诈骗集团 老人家其实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或者是退休生活过得比较有底气 大概就是基于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身体健康 身体不健康一切免谈了 第二个就是有钱嘛 我们常常讲有钱有底气 没钱没底气 诈骗集团实在是非常可固 如果他真的锁定退休老人来做行骗的话 他这个诈骗行为不只骗光了他的钱 甚至会骗掉一个人的性命 为什么 因为老人家赖以生存的自信心 自尊心 还有经济上面的底气 会在一系之间崩毁 他会变成所有人的笑比 甚至被变成家人嘲笑或者是埋怨的对象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 很多老人被诈骗之后 从此一蹶不振 甚至在那个被诈骗之后 几年啊 跟家人的关系会变得非常恶劣 甚至变成孤单 老人再过来就会变得个性比较孤僻 然后就郁郁寡欢 然后走向人生的最后一层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到底什么原因让老人比较容易受骗 第一个诈骗集团 到底是不是锁定老人来做行骗 跟各位报告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 我看了很多国家的报道 其实诈骗集团大概锁定三类人来做行骗 第一个就是女性同胞 女性同胞比较富有同情心 比较有同理心 比较有同情心有同理心 然后在情感上面表现又比较丰富的话 那其实就会比较容易受骗 第二个就是锁定60岁上下的 不管你有退休没退休 他锁定60岁上下的人 60岁上下的人还进入初老阶段 手边都有那么一点积蓄 他同样要花时间骗一个人 宁可骗手上钱多一点的人 你说是吧 第三个锁定的真的就是退休老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手上的钱更多了 刚好领下来一笔退休金 存着准备当棺材本 正好成为这些歹徒的觊觎对象 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相关的事情呢 到底为什么老人会比较容易受骗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老人啊通常在退休之后 经济上面会比较缺乏相对安全感 而心理的需求很容易被大家朋友或者是家人所忽略 经济缺乏安全感他就会想要多赚一点点钱 他觉得他过去辛苦了一辈子怎么样 第一个他的财富就不需要再做节省节减 所以他花钱有的老人就会变得比较阔绰 甚至有的人会有一种炫富的心态 我避免人家看不起我 我不要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孤单可怜的穷苦老人 所以我在打扮上在装饰上 或者在花钱上面都变得比较大手大脚 再来因为他手边真的领了一大笔钱 以前可能一个月就是领个三万五万五万十万 现在来个五百一千万 啊呦感觉好像荷包多了 所以他花钱也变得比较大手大脚 还有第三个 我们发现老年人他乐于分享自己的财富 因为他累积了一辈子的财富 也就是在最后这一个阶段 跟人家分享才能彰显他自己存在的价值 还有他自己赚钱的能力 你说是吧 但是自从这些钱多了 现金多了 可是他缺乏的是什么 收入来源 当他没有收入的时候 他就会在经济上缺乏一个 活水流进来的安全感 所以他就有钱又缺乏固定收入的安全感 就会激发他想要小额投资的欲望 当一个老人有自信心 有自尊心 觉得自己过去的社会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 然后又希望在退休之后 证明自己的能力 要告诉所有的年轻人 告诉没有退休的人 我虽然老了 但是我还是能赚钱 所以很容易就会跟着朋友一起 陷入所谓的庞氏诈骗现局 好像投资一小点点的钱 对我的本金无伤大雅 但是我却能换回来 非常高丰厚的利息或者是利润 一点投资进去 赚了一些钱回来 逐渐逐渐的就会丧失什么借息 他发现朋友赚了朋友赚了 我没赚 好像觉得对不起自己 他投了没问题 他投了没问题 我不投 虽然我没有赔钱 但他赚了他赚了 我好像就赔了 因为财富是相对的 那我一开始投个五万十万试试看 五万十万对我这一大笔退休金来说 根本无伤大雅 简直就是皮毛而已 即使被骗了 我也没感觉 而且相信我 在我自己这么丰厚的社会经验之下 绝对不可能被骗 一步一步就会陷入这一个所谓的庞氏骗剧里头 你投了十万块 每个月领回五千块 五千五千五千 领了一年 好像十万块就快回本了 看看左右的那些退休的老朋友 有人投了二十万 有人投了三十万 有人没过几个月 他领回来的钱就可以买冰室了 出去吃东西 都是吃那个几千块的大餐 心里就会感觉痒痒的 而且自己实验过半年一年之后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本金也拿的回来 利息也赚的回来 逐渐借薪失去之后 嘿 他就会陷入真正一个歹徒的诈骗陷阱里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老人家容易受骗的关键因子 就是手边有了点闲钱 但是他经济缺乏安全感 然后老人家又容易凑在一起 东看西看东看西看 互相比较 其实他们都不是有恶意 就是想要把自己能够赚钱的管道 分享给其他老人让大家一起变成一个均富的社会 大家都变成有钱的老人不是很好吗 我能吃好料你也能吃好料 所有好朋友都能吃好料都能开好车 大家聚在一起不也是一件开心的事 可是这样子就容易成为诈骗团伙觊的目标 所以你会发现会被骗的老师就是一群老师都被骗 会被骗的校长就是那个校长连一会里面的老校长 通通被骗只是金额有大有效而已 好这是第一个容易被骗的原因 就是手边有了一大笔钱 但是对经济上面缺乏安全感 第二个会骗老人家会被骗的主要原因就是 心理需求被忽略了 被社会忽略了 被老伴忽略了 被家人忽略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情感和心理上面的依赖和需求 讲话想要有人听 也想要听听别人心里的话展现一点同情心 最主要是希望有人陪陪他 我自己碰过很多老人 我问他你为什么会跟诈骗集团聊天 你明明知道他是诈骗集团 你为什么还可以跟他聊这么久 他说至少有人跟我说说话 听起来有点凄凉 听起来有点阿Q 你明明知道他是诈骗集团 你还愿意跟他聊这么久 东一搭西一搭有一搭没一搭 明天打电话来你还继续聊 你明明就知道他是个骗子 但还愿意聊 然后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好像似乎了解了对方的想法 其实他也没有这么坏 他也是有人性的 他可能遇到了某些困难 他不见得是真心要骗我的 那既然他不是真心要骗我 那我就伸手帮他一把 结果还是钱被骗走 最后的路子都是一样 所以第一个经济缺乏安全感 第二个心理需求被忽略 就成为老年人最容易被骗 而且会被诈骗集团锁定的最主要原因 好那我们再看看 除了这两个之外 老年人还有没有其他被容易被骗的原因呢 其实很大是存在老年人的心理因素 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嘛 他觉得他自己很有自信嘛 我要做什么决定 赶你儿子孙子被什么事情呢 我跟你讲你一定阻止我嘛 我要买个健康食品三千五千 你跟我说没有用 你懂还是我懂 我赚了一辈子钱 我要花个三五千干你什么事 即使没有效果 他们老子爱买 你管我这么多 我要买个一万块两万块的健康食品 是不行吗 我苦了一辈子 你以前的薪水或你以前的学费都是我出的 现在我要买个一万块的东西 你还要管我 这钱是我赚的又不是你给我的 你管我这么多 你越讲我越扭 为什么 基于他为人的一个自尊心 还有他退休人员的自信 我吃过的盐都比你吃过的米多 我走过的桥都比你走过的路多 你要给我什么建议啊 通常老年人一旦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其实他被骗的机会就很大了 很多东西会被他筛选出来 但是一两个穿透了他自己经验的防护网之后 他就很容易去相信别人 另外在心理学的角度上面来说 老人家还真的比较容易偏向正面 而且他比较会忽略那些危险和不安的讯号 他会选择相信社会 相信讯息 相信其他人 这是心理学上面做出来的实验 年纪越大 越会选择相信其他人 他会偏向正面思考 偏向积极思考 而忽略掉以前都会发现的危险讯息 所以老人家还真的特别容易被骗 有人说是因为失智的前兆 有人说是因为老了 所以他的反应慢 当很多讯息一起进来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比较好的讯息 也就是所谓正面的信息 所以那些诈骗集团 你别看他 他们还真厉害 他了解老人的心理 甚至比老人还要了解他自己 所以他们就会锁定这一群有钱 有闲又有心理需求的老人 来作为他诈骗 行骗的对象 再来还有一个 自信和自尊的另一面 就叫做固执 你不讲 我没事 你越批评我老子偏要去做 我偏要证明我是对的 我即使明明知道我是错的 我也要去试试看 即使是什么 明知山有虎 我偏想虎山行 人有一个心理作用 叫做言行的一致性 我说出来的话 我就想办法要证明他是对的 即使有一天 我心里隐隐约约觉得他是错的 但我还是不愿意否定 我还是愿意试试看 给他一次机会 一次两次三次机会 最后钱就是被骗光 可是老人家很难讲得通 你看有的人已经到了邮局 或者是银行的柜台前面 警察都来了 劝他他还是不愿意相信 他就愿意相信那一个 他从未磨面的人 他的孙子儿子都到场了 他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孙子儿子 甚至他的配偶来了 他也不相信 在他整边数十年的配偶讲的话 他偏要相信网路 另一头在世界某一个角落 从来没见过面的那一个人 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 你觉得奇怪 我觉得奇怪 但这些事情就在真实世界里面 不停的发生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心理因素 老人家会偏向正面解读 和积极解读某些他接收到的讯息 你老人家非常自信 根据他过去的经验 绝对不是坏人 而且他一旦说他不是坏人 他就会非常固执的 想要坚持他自己的想法 证明他自己是对的 不然他不就变成了一个没用的老人 你否定了这个讯息 不就是否定了他过去 所有一辈子经验做出来的判断 所以老人家会比大家想象的 还要固执很多 再来一个 请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就是 当有一个陌生人 或者跟你没什么相关的人 他愿意和老人家多说几句话 不管是在公园 不管是在市场 不管是在那个电话 或者是在网络上面 一定要特别小心 第一个老人家自己要有警惕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 来跟你聊聊天讲讲话的 即使话很投机 但每个人的生活生命时间 都是最宝贵的 他为什么要花时间在你身上 他为什么要花时间听你这样讲话 除非是政府的社工 除非拿了钱 除非是你的亲人 其他人真的很难 一辈子都没有碰过红粉之急 一辈子都没碰过几个医生 一辈子都没有碰过军人 你怎么会相信 在网络或者是电话的那一端 出现一个外国的精医 外国的情报局 或者是一个长相非常帅 非常美的人 他愿意听一个老人唠叨讲话 讲心理话 而且今天讲明天讲 后天讲讲的都差不多 他都愿意静静的聆听 甚至愿意每天早晚对你嘘喊问 他自己心里想想 虽然有心理需求 但这不切实际 另外一个是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家里有长辈 你发现他突然沉迷于网络 突然在网络上跟人家聊天 或者是常常想去公园 说有老人家可以陪他聊聊天 或者是有异性的朋友 想要陪他聊聊天 请多关心关心他 不见得世界上通通都是坏人 不见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假的 有可能是真的 但现在这个社会 我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小时候都跟我们的小孩子说 父母亲都跟我们讲 如果看到陌生人有需要帮忙 一定要干嘛帮忙 我们现在教孩子怎么教 少跟陌生人讲话 有没有错 都没错 因为社会现在就是变成如此险恶 不然能怎么办 所以第二个老人家会被骗 就是有人愿意听他讲话 有人愿意讲话给他听 有人早晚嘘寒问暖 给了他心灵支柱 给了他情感支柱 这几个东西可能需要大家 特别特别注意 第一个是心理上老人家 真的比较容易被骗 他偏向积极去解释一些事情 而且基于他自己的自信 自尊还有固执 他就容易被骗 再来就是心灵上的需求 让很多人能够趁虚而入 即使知道他是假的 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十次二次接触之后 人的心会乱 他就会趁虚而入 那怎么办呢 我曾经想过 如果我今天是个老人 我小孩也不在身边 我手中也有一点闲钱 我会不会愿意花点钱 即使知道他是詐骗集团 花点钱来换一个人听我说说话 还真搞不好会 你看现在很多老人家在早上的时候 都会去听一些健康食品或者是健康药品的说明会 他们要的是什么 其实很多老人家知道那些东西讲的都不是真的 夸大不时的疗效 可他们去不去 去也会不会被买 会也 因为那就是一个集体催眠的场合 你买我买他买大家都买 算了我也跟着买一下 反正无伤大雅了 吃了只要不伤身体 花点小钱有个地方去 有个人可以说说话 好像也不错 买一次买两次买三次 你就会越买越贵 陷入歹徒的陷阱里面 不过我不是说那些健康食品是诈骗集团 但是有的健康食品还真的是诈骗集团 这个要自己去判断 如果我老了 不会给各位好朋友一点建议 也是给我自己和我父母一个建议 就是少点自信 少点尊严 少点固执 我知道很难 但是实在不要太相信自己 因为现在诈骗集团日新月异 他变化 他演化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我宁可少点自信 多点怀疑 我也不要让我下半辈子 变成一个没有棺材本 可怜 没有棺材本 可怜无疑的老人 第二个 少点同情心 多同情一些自己 少同情一点他人 对敌人仁慈 对别人仁慈 其实就是对自己残忍 退休之后 已经没有太多的现金可以收入了 我们前一阵子讲 朋友借钱 能不借尽量不借 兄弟姐妹借钱 救急不救虫 小孩子晚辈 如果缺钱来跟父母借钱 咱们也是救急不救虫 而且要让他知道 你所有要借的钱 都是爸爸妈妈辛苦赚来 一点一滴存下来的 你只有跟我请求 而不是来跟我要求 我们对自己人的金钱观都会如此苛刻 那你对一个不认识的人 或者是对一个甚至根本 永久一辈子不会谋面在世界地球另一端的人 你干嘛有这么多的同情心呢 我知道这违反了很多的社会价值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保护自己 或许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不要因为同情别人 过了一阵子变成社会同情的对象 你说是吧 如果你还没退休 或许我们还有能力多做点善事 如果退休了 那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 最后一点 我知道前面两个都不容易知道 少点自信 少点同情 不容易做到 那就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吧 退休之后最多的有两个 第一个领到退休金的钱多 所以容易成为别人觊觎的对象 第二个退休之后就是时间多 很多事情没有那么急 不要急着做决定 没有什么事情 今天不做 钱不会 天就会塌下来 谁就会死翘翘 没有这回事 不要担心 只要你不急 对方一定比你急 所有要做的决定 包含你要投资 包含你要帮助别人 包含你要汇款救人 都先缓个三到五天 只要缓个三到五天 多找亲戚朋友 或者是朋友聊聊天 把相关的状况在网路上搜寻一下 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你脑子就会什么 突然清醒起来 觉得自己好像被骗了 要承认自己被骗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在晚辈或其他朋友的前面 承认自己的判断是错误 它并不容易 但是留一点时间和空间给自己 让自己面对自己的心 在自己前面承认错误 自己发现我前面做的决定是错的 或许这样会更容易一些 凡是慢一点 慢一点 再慢一点 缓一天 缓两天 再缓一天 很多时候危险的事情 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好嘞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大概就是这些问题 因为我实在看到 太多社会新闻都说 退休老人被骗了 这些人啊 你怪他嘛 也不是 你说他不聪明嘛 也不会 你说这些人当初在社会上 就是个笨蛋嘛 更不可能 但是老人家 他就被诈骗集团 锁定成为他们要诈骗的目标 他们了解老人的心理 比你我还要更了解 所以被骗 有的时候可以说是正常的事 但是少点自信 少点同行 缓一缓 你就不会成为那个被骗的可怜老人 张心漫谈 天天都有新鲜事 咱们下回见 拜拜